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好世界天下神兽频道 三海经是中国上古三大奇数之一 包含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食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诸多内容 当中就出现了400多种神怪异兽 今天就来介绍三海经有名的十大凶产怪兽 首先前面四个就是公认最凶二的中国四大凶兽 之前已经有完整的介绍 这一次就简短的说明吧 第一个,饕餐 三海经北刺二经记载 饕餐其形状如羊生人面 其目在腋下 胡齿人爪 其婴如婴儿 许多古籍记载 饕餐体型强壮 额头非常的大 面部和人类相似 非常的贪吃 而且会吃人 至于饕餐的死亡有两种说法 最早的传说 饕餐是份贪吃 见到什么就吃什么 由于吃的太多 最后被撑死了 另一个说法是之后出现的 争议性比较大 出自 李氏春秋先食 周顶着饕餐 有手无身 食人未咽 害及其身 以言报更也 根据李氏春秋先食的说法 顶上刻会了饕餐的形象 有头无身 吃人还没有咽下去 就伤及自身 以说明报应的道理 以上指的并不是饕餐如何死亡 而是比喻贪婪的人会遭到的报应 结果这个说法传着传着 就变成现在的 饕餐把自己吃掉 然后活活饿死 更夸张的还有 饕餐把自己全身上下一个不留的吃掉 所以死了 第二个 混沌 根据三海经西三经 对混沌的说法 在往西三百五十里 四座天山 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也出产石青 雄黄 鹰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西南流入汤谷 山里住着一个神 形貌像黄色口袋 发出的金光红炉火 长着六只脚和四只翅膀 浑浑顿顿没有面目 他却知道唱歌跳舞 原本是地疆 第三个 陶雾 神义经西荒经中有云 西方荒中有寿烟 其壮如虎而大 毛长两尺 人面虎足 口牙 尾长一丈八尺 老乱荒中 明陶雾 第四个 穷奇 上古神兽三海经 海外北经描述 北有恶兽 名曰穷奇 有翼能飞 便搅食人 知人以言 善古惑人心 喜制造战争 而燕死死人 以上的四大凶兽 就有三个出现在三海经 既然之前已经介绍过 接下来就来说说 除了四大凶兽以外 三海经比较少提到的 十大著名凶兽有哪些吧 第一个 朱燕 据三海经西三经记载 又西四百里 约小赤之山 旗上多百玉 旗下多赤铜 有兽烟 旗壮如园 且白手赤足 名曰朱燕 剑则大兵 朱燕是古代中国神话中的凶兽 身形像猿猴 白头红角 传说这种野兽一出现 天下就会发生大战争 与福西一样 都是兵险的征兆 第二个 九尾湖 据三海经记载 九尾湖住在青秋国 有四只脚和九只尾巴 身应像婴儿 能吃人 九尾湖的传说非常广泛 先秦之汉传为瑞祥之寿 有非常多的小说都记载了 关于妖湖的故事 到了封神榜的打击 以及这本传说中的玉藻前 九尾湖的形象就彻底的被黑化了 变成了以美色迷惑人心 祸害人间的象征 第三个 古雕 据三海经南三经记载 右东无百里 约入无之山 上无草木 多金石 则更之水出淹 而南流注于旁水 水有受淹 名曰古雕 其状如雕而有角 其婴如婴儿之婴 是食人 古雕是一种似鸟飞鸟的食人怪兽 形状像普通的雕鹰 却头上长有角 出现在水中的野兽 发出的声音 就和婴儿哭声一样 是会吃人的怪兽 一般的人很容易就会被他的哭声所欺骗 招来杀身之祸 他们会长时间潜伏在河岸边 一旦有人或动物路过 就飞扑上去 攻击猎物脆弱的部位 一击自命 成功之后 他们不会立即享用猎物 而是将城中的猎物拖进水中 常逆起来 作为粮食储备 第四个 明蛇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明蛇的样子像蛇 却长着两对翅膀 其名声有如 终身般响亮 三海经中次二经记载 又西三百里 约仙山 多金玉 五草木 鲜水出烟 而北流注于衣水 其中多明蛇 其壮如蛇而示意 其因如庆 见则其意大汗 三海经对明蛇的记载 在往西三百里 有座山是仙山 山上盛产金属物和玉石 但不生长花草树木 鲜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衣水 水中有很多明蛇 体型像一般的蛇 长着四只翅膀 叫声如同敲盘的声音 它的出现仅是这 地方上会遭遇大汗 明蛇是灾蛇 是大汉的征兆 第五个 龙字 巨山海经 卷世 东山经 东四二经记载 幼南五百里 约伏地之山 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真实 有寿烟 其状如狐而九尾 九首狐爪 名曰龙字 其鹰如鹰儿 四十人 龙字 是神话中有九头九尾的 狐形生物 爪子像老虎 叫声像婴儿 而且会吃人 但可怕的是 他拥有害人的体型 还会发出婴儿般的叫声 容易把人吸引过去 然后吃掉 让人防不胜防 第六个 行天 在三海经里 则是一位巨人 为炎帝的文臣 战神 三海经海外西经记载 行妖与帝 致此真神 帝断其手 葬之长阳之山 乃以鲁为木 以其为口 超干青以武 行天是中国原古神话中的神奇 原本是华夏族无名神奇 被断首后才被称作行天 他与皇帝单挑独斗 被皇帝用宣言券砍掉了脑袋 没了头的行天 并没有因此而死去 而是重新站了起来 并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眼睛 把肚脐当作嘴巴 左手握抖 右手拿斧 因为没有了头颅 所以他只能望着天空 猛劈横砍 永远以看不见的敌人厮杀 永远的战斗 是位悲剧性的人物 第七个 香瑶 又称香柳 三海经海外北京 蛇身九头 食人无数 所导致处进城泽国 香柳蛇身九头 巨大德能同时在九座山头吃东西 他呕吐的毒液 形成水味苦涩的恶臭召折 发出的臭味 甚至能杀死路过的飞禽走兽 随同公公发洪水伤害百姓 被一心治水的大雨杀死了 第八个 羞蛇 羞蛇也叫做八蛇 三海经海内南经记载 八蛇十项 三岁而出旗鼓 君子福之 无心腹之急 其为蛇 青黄赤黑 一约黑蛇 青手 再犀牛西 羞蛇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巨蛇 居住在东庭湖一带 以吞吃过往的动物为生 据说 他曾经吞了一头大象 过了三年才把骨甲吐出来 因此也被称为石像蛇 由于羞蛇也袭击人类 所以皇帝派遣大义前往斩杀 大义首先用剑射中了羞蛇 然后一直追赶他到遥远的西方 将其斩为两段 羞蛇的尸体变成了一座山丘 现在称为八灵 第九个 肾玉 山海经记载 玉山 由鸟烟 其状如宅而赐 名曰肾玉 是食鱼 其鹰如鹿 见则其国大水 肾玉是山中的一种群鸟 形状像野鸡 却通生是红蛇 是能吃鱼类的水鸟 发出的声音如同鹿在鸣叫 在哪个国家出现 就会使哪个国家发生水灾 是洪水的征兆 第十个 肥疑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 右溪六十里 约泰华之山 薛成尔四方 其高五千刃 其广十里 鸟兽莫居 有蛇烟 名曰肥味 六足四溢 见则天下大汉 据说肥疑是一种居住在 魂溪山山路的怪蛇 有一个头两个身体 长着六只脚和四只翅膀 中国古代神话中 肥疑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大汉 在哪个国家出现 哪个国家就会发生大汗灾 好了 以上就是山海经中 著名的十大凶残怪兽 大家认识几个呢 这一期的介绍就说到这里 喜欢关于神兽神话传说 以及经典武侠的朋友 欢迎订阅 我们下一期见